萬華區東令打包 志工總動員行動支持 我們東令發放 除了基金會的物資之外 我們社區準備了大補湯 就是讓他們除夕的時候 團員用的 陳芷寧第一次參與物資打包 還要親自送給需要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 更落實在社區的一個 在一個陪伴上面 然後可以讓我們走出 與附近的一個社區去做互動 這樣子 然後也讓我們可以感恩知足的地方 長期接受關懷 照顧護護和女士也想做好事 護師就是說不多 一個月一百塊兩百塊 對 可以 等你來做約會 好啊 好啊 這個就是全球慈禁人的祝福 然後 50歲方女士的孫女 原本行為偏差 四年多來 在慈濟志工的陪伴下 小六生的她獲得許多學習獎狀 現在祖孫倆的臉上多了笑容 超商不是都有什麼1919那種失誤包嗎 我那時候還有工作我都會捐啊 就有點像一個膳 膳的循環 對 又回到自己的身上了 對 在板橋園區的東令發放活動 還有台北慈濟醫院醫療團隊 守護照顧護護的健康 65歲的袁先生是小兒麻痹患者 生活陷入困境 去年8月由社會局轉介慈濟關懷 現在心境轉變許多 難得出門一趟接受祝福還能看病 不是金錢上面的幫助啦 但是精神上面的幫助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啦 我們曾經受過奇蹟的幫助 金斯堂外 業者免費提供棉花糖 還有搖烤披薩 受到大家喜愛 有關懷到我們的弱勢啊 對 然後也有照顧到小孩 對 給我們實際上的幫助 民眾來接受祝福也帶來滿滿善念 志工愛的關懷綿延不斷 大愛新聞這是美志工 台北綜合報導